大家好我是蔡律师我们在新闻名律师事务所我们今天这个视频的题目是 办理绿卡申请以后怎样办新的签证或者转换身份 那我们若干年前呢讨论过这方面的问题 那现在呢这几年以后根据新的形势的发展 我们再重新visit一下这个话题 讲到这你办了绿卡申请以后 如果需要的话怎样办新的非移民签证或者在美国境内转换身份 这个中国申请人办理美国绿卡呢排期比以前要长 有的时候要等几年 那当然了从另一方面呢来说呢申请绿卡呢就时间越早越好 对吧那因为要排期嘛你早开始呢就可以早拿到绿卡 不管是自主申请的EBYANIW还是雇主申请的Perm 哪怕你中间换工作如果你的140已经批准了 也还可以沿用较早的优先日期 所以有很多优势 那你可以考虑呢在上学期间这个留学的时候呢 就提交I140的申请啊 然后呢但是呃这个有的人讲到呢可能担心啊 说存在有这样的风险 那什么样的风险呢 就是说这个如果我已经办了绿卡申请 会不会我过后如果要离开美国到海外旅行 包括去中国啊那会不会遇到麻烦 那这里呢我们给大家具体讨论一下 那呃很多人呢比如说有这个十年有效的B1B2签证 或者五年有效的F1签证 那像这样呢显然就不会有问题啊 那你可以这个继续沿用啊此前的这个签证 那一般来说呢入境的时候只要你有合适的理由 正常情况下应该没有关系 那有的人讲到呢如果我是工作签证 像H1B L1等等啊 这个呢有效期比较短 有的时候要办新的签证 但是从另一方面呢 这些签证类别呢是允许有移民倾向的 不会因为移民倾向被拒啊 是dual purpose的 所以呢没有关系啊 那你这个在提交新的签证申请的时候呢 呃需要注明是吧 就是说你此前有没有交过移民申请 那么办Perm不算啊 是劳工部的这个阶段 但是呢如果像移民局提交了140申请 或者亲属移民的I130 或者投资移民的I526等等啊 那这些呢是算的 当然要如果已经交了I485呢就更算了 但是已经交了I485的人 那大多可能就可以有advance pro 有的人说如果我的像F签证啊 B签证啊等等啊 那已经过期了 或者我没有这样的签证 那我在提交了绿卡申请以后 我再办这类的非移民签证 还能不能办下来呢 因人而异 但是呢还是有很大的机会能够批准 我们新闻民律所呢 也有不少这样的客户 有的人在比如说交了NIW I140以后在排期期间 又办了新的F签证 也取得了批准 有的人原来交过I485 但是因故比如说错过了达指纹啊等等原因 I485呢就算是作废了 abandon了 那后来呢 他又办了新的B签证 也取得了批准 然后我们也有的别的申请人 比如说他是家属 他主申请人呢 办了投资移民 还在办手续过程中 那么家属呢 需要先到美国来上学 办的F1签证 也取得了批准 那这些呢 是在美国境外办签证 在美国境内转换身份呢 像这样的情况往往就更多了 那比如说呢 我们有一位最近的客户 他是用B签证到美国的 然后呢本来140已经批准了 准备过一段呢 提交485 但是现在呢 因为排期时间比原来预想的要长 所以呢 他的B签证要到期了 但是还不能叫485 排期还没有排到 怎么办呢 他联系了一家当地的学校 然后呢我们给他推荐的 后来呢 顺利的取得了录取 然后我们帮助 这位申请人办了F1签证 他的配偶和孩子呢 也同时办了F2的签证身份 那像这类的呢 是已经人到美国 比如说在等排期 那在排期到了以前呢 你需要另外保持合法的签证身份 那我们也有一些客户 是像这样的 比如说转了F1 或者其他类型的签证身份 也是可以的 所以总之呢 不能人云亦云 如果你现在排期还没有排到 还在等待 已经交了绿卡的前期的申请 比如职业移民的I140 亲属移民的I130等等 那么过后呢 如果说需要办理 美国的非移民签证 或者要在美国境内 来转换身份 还是有可能的 那任何事情有两面 对吧 那我们看到呢 现在排期比较长 这个也可以相应的 用来解释 作为理由 那讲到 因为我在等排期期间 那我不希望放弃其他的机会 比如在美国学习的机会 事业发展的机会等等 那所以呢 也可以相应的作为理由 其他的呢 还有一些别的具体的旅游 因人而异 我们帮助客户 像这样呢 取得了 在美国转换身份 或者办新的签证的批准 像前面讲到的 因为现在排期比原来长嘛 那么你这个 如果有可能的话 还是建议呢 绿卡申请尽早提交 像我们以前介绍的 比如自己呢 是在博士毕业以前 那个时候 只有本科学位的时候 提交的NIW申请 取得批准 后来呢 在毕业以后 拿到了绿卡 像这样 那我们的客户呢 也有很多是这样的 有的人呢 在上学期间 毕业以前 就提交了申请 那么在留学生中间呢 有的时候 有这个传闻说 你已经交了绿卡申请 就会很麻烦了 就再也不能回国 去探亲了 等等 我们看到的情况呢 不是这样的 那这个具体来说 因人而异 另外呢 像刚才已经提到 主申请人办理的 比如说职业移民的I140 不算家属的移民倾向 所以呢 综合来说 我们认为 如果申请人 有移民的意向 而且符合条件 那即使呢 现在还是F1学生签证身份 或者其他的 非移民签证身份期间 或者还没有毕业 也可以提交申请 然后在很多时候 可以不影响 过后办理新的签证 或者在美国转换身份 好 那我们这个视频呢 就讲到的是 提交了绿卡申请以后 怎样办理新的签证 和转换身份 有更多问题 可以联系我们 谢谢